凤凰美洲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地图表 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ay Farm和奥车曼保护你 向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让我们下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罗兹24号称 G7不需要和俄罗斯打交道 但若俄方能缓和局势并遵守国际法 那么将不排除G7与俄罗斯打交道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美国棱镜门揭露者斯诺登日前再报猛料 揭露美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以来 对中国境内目标进行网络监控的活动 包括中国前领导人 政府部门 军事单位 银行和通信设备公司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在国行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享受云端 自在过哈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热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除了戒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华盛顿州23日发生了泥石流意外 目前已经确定有8人死亡 108人失踪 当局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 并持续极力抢搜失踪者 华盛顿州当局表示 23日一处山体发生大量的山体 塌方泥石流意外 大量的滑坡历史 灌进了山脚下的民房和汽车内 发生塌方的地点 位于卡斯卡德山山路 面临斯蒂兰奎米席河的这一侧 从山坡冲下的泥宁和石里堆满了河床 泥石流覆盖靠近奥索镇的530公路 消防和其他急救人员 目前仍在继续搜索 经济方面消息 近日新泽西州宣布 强制执行一项禁令 不允许汽车制造商 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 此举将导致特斯拉汽车 在该州的业务趋于瘫痪 特斯拉一直拒绝与经销商合作 跨过中间环节直接销售所生产的电动汽车 虽然特斯拉在新泽西的市场份额很少 但该州是高端电动车的一个主要市场 排在纽约佛罗里达和加州之后 目前的局面可能会给特斯拉造成一个痛苦的先例 纽约和俄亥俄的州立法也会在考虑对直营实施禁令 德州的法律甚至规定特斯拉公司旗下的直营店 不能与潜在客户一家 健康方面消息 压力会提高女性不孕不育的风险 研究人员调查了超过400名尝试怀孕的女性 通过对她们唾液中分泌的一种和压力有关的生物酶的数据 以及一年中怀孕能力进行研究 分析发现唾液中含有较多的α电肥酶的女性 怀孕的几率比正常的女性要低29% 专家称这种生物标志的产生和压力有关 但具体压力是怎样影响生育能力的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该研究只能证明压力是影响生育能力的因素之一 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买了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吹风flip 超快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alk BB呢 我刚从Brizen换成iTalk BB了 怎么样 说个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号码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4块9毛9起 iTalk BB直播全球和全美 只需4块9毛9起 座机手机均可拨打 快打热线1877-482-5522 查询优惠详情 在您想买Prius的时刻 请先考虑这些试项 福特CMAX Energy有更加的燃油效益 更强劲的马力 同时续航行驶的总距离也超过Prius Plugin 还有您想要的先进科技 福特CMAX Energy的优点这么多 请您慎重考虑 享受CMAX Energy的优惠价格 请今天就光临邻近的 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下 各大平面媒体的消息 美国加州旧金山当地时间 周日晚间发生了一起相机事件 警方证实在晚间8时55分左右 枪手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中对着民众射击 目前已知造成7人受伤 都已送往医院急救 未传出有生命危险 警方并未逮捕任何嫌犯 正在搜集附近的监视录影带 企图理清嫌犯驾驶的车辆厂牌和型号 并巡线抓人 加州汽车监理所DMV 23号就民众在DMV使用信用卡付费之后 若干信用卡资料可能外泄的问题展开了调查 加州DMV发言人阿曼杜波提洛 在一份书面资料中说 DMV从治安当局提供的警讯中获悉了该案件 已经得到了联邦和加州有关当局的协助 正在进行调查 不过目前加州DMV并没有掌握罪犯的证据 克里伯斯安全网站首先披露了此事件 并且认为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去年8月2号 到今年的1月31号之间 被盗的包括信用卡的号码 接下来日期和信用卡的安全码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加拿大总理哈勃与外交部长白厄德 上周五抵达了欧洲 周六从荷兰前往了基辅 对乌克兰进行了一天的访问 以示支持乌克兰 哈勃发表声明宣布扩大制裁行动 针对另外14名俄罗斯官员 冻结他们的银行资产 此次经济制裁和旅行禁令 针对的是俄罗斯的高级官员 包括情报主管 总统普京更多的助手和顾问 制裁对象也包括俄罗斯最高官员的私人银行 圣彼得堡的俄罗斯银行 另外制裁令禁止加拿大公民和公司 与俄罗斯银行有任何的商业往来 又到了距禁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下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Warren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周一的CIIX聚金华尔街节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一整个股市出现了一个低开 应该说高开低走的走势 虽然当很多投资人包括我在内都逐渐的认为市场要创新高的这一刹那 市场出现了一个反转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市场的风险依然的不小 所以我提醒投资朋友应该要非常谨慎 就是就像我们今天题目得买一些对冲的料 比如说反转 反转就是一些看空股市的一些ETF 或者说黄金 至少你可以保住这个前面的胜利的成果 那我们看一下图一吧 图一的话就是标普的500的指数 从图形上来看 正在形成一个double top的这种风险也正在存在 那除非这个前期的高点再度被刷新了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图形可能会被冲破 那么图二大家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呢 也正在形成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所谓的double hand header shoulder top 说是头肩顶 那么这种可能还在增加 那么投资朋友还记得我前期买了这个FAZ 虽然涨了一会儿 但是随后又出现回落 周五又出现了反弹 那现在怎么看 因为我有很多VIP的朋友来问我 我个人觉得呢 提醒忠告大家一句呢 任何的股票投资 都可能出现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的止损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止损的过早了呢 它反弹会把你气死 你止损的过晚呢 它继续下跌呢 让你亏损巨大 所以这是一门艺术 而不是一门科学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投资朋友要详细的分析 我来跟大家继续来砍大山砍一下 首先我还持有这个1000股的FAZ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曾经赚过几毛钱 也亏过一块钱 那么从现在这个level来讲的话 从图三我跟大家探讨 我不能说我永远讲的对 但是从刚才两个图形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这张FAZ的图呢 依然有可能出现一个急速的反弹的可能 首先我们从这个周上周三野人主席讲的话 有人评论呢 野人太过于业余 因为第一次面对华尔街的秀呢 他露出了马脚 就是他的一些想的心里想讲的 而不其实不应该公开的话 造成了市场上的一层恐慌 那么周三下跌 周四反弹 周五高开以后呢 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个引发了市场上一种 对他的不信任的一种态度 当然我认为每一个 主席出现的这个处女秀呢 都是这副样子 以前柏南克啊 也曾经放过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不知道格林斯班也曾经讲过一些 让市场上非常感冒的一些话 我相信在1997年的时候 那么这些话呢 我们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警惕 市场可能还会继续有top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FAZ这张图呢 RSI这是我经常看的是 不是底部的这种形态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翘 低点越来越高 这是一种比较positive的一个 上涨的一种形态 那么如果说出现breakout的话 我们相信这个FAZ上涨的步伐 会是非常大 但是如果跌破今期的一个低点 甚至在18以下 我认为这是应该坚决止损 那么最后一张图呢 就是GSS GSS我买了呢 恰恰是非常高的一个点位 其实在GSS身上 我赚了不少钱 但是呢这个股票呢 最近在买进以后呢 它恰恰往下走 那么其实呢 我们可以再忍耐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来到了一个 前期的一个突破点 那么到底谁对谁错 还有待事实 有待时间来去验证 好 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个短片 就是我们本周六呢 将会有我们的对冲基金 操盘手来谈股市的一个 就是见面会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会议 那么在纽约的China Town 欢迎大家报名 这个212电话是它的报名热线 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投资人请注意 美股不断创新高 散户纷纷纷入市 美国中文投资网 ChineseFM.com 将在3月29日星期六下午1点半 在华部包里街 93号云汉花园酒店17楼 举行美股交易投资研讨会 由China Town美股民间股神 1380和1480电台嘉宾 Alex Lee主持 会中将会回顾第一季度的 美股热门板块 热门股票 炒股策略 预测第二季度可能的大黑马 内容非常精彩 绝对不可错过 酒店座位有限 报名电话2126081372 2126081372 还将邀请美国华尔街 对冲基金的交易员方先生 来教授如何炒股 中文投资网ChineseFM.com 还现场帮大家办理免费汇集 每天免费得到美股提醒 并送美股K线战法交易手册 2014年美股小盘黑马103支 这两个资料是价值连城的 华尔街交战手册 投资人不可不读 记住3月29日下午1点半 讲座预约电话2126081372 2126081372 讲座由ENGA美股金牌赞助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要回看今天新闻的精彩内容 请上我们的网站iPhoneUS.com 点击回看 我是关卓然 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的新闻